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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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警表示要同学不要高举旗帜 让率队到机场迎接外国团体到宜兰参加同万节的县长林聪贤 觉得在自家国家不能挥舞国旗 真的是相当不可思议 当天很遗憾的就是说我们这些青山大使拿国旗的书出来的时候竟然被我们的行警来制止 所以有这么遗憾的事情 我想我们跟水团的这些青山大使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想不到单纯是开心去接机 却引发了风波 学生们都不愿出面再对此事发言 女航警出面澄清 表示当天因为学生攜带的旗帜尺寸比较大 而且又放在旗杆上 担心会影响到机场内的其他旅客 所以才会出面阻止 我只有说机场里面因为有长杆子的旗帜 就是不可以挥舞 我也没有请他们收起来 我只有说你们可以拿着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挥舞 不要伤害到其他旅客 民众如果想要带着国旗接机 机场当然欢迎 并没有禁止大家攜带国旗到机场的规定 总经新闻黄主华林一山坦若仪 桃源宜兰综合报导 机场到底可不可以挥国旗 除了航警局出面说明之外 新闻局昨天也发出了新闻稿 再度的澄清说 这个执行远景是看到旗子的旗杆过长 怕影响其他的旅客及大厅的秩序 才说不要摇晃旗杆 以免影响大厅秩序 跟旅客的安全与便利 没有请接机团体要把国旗收藏起来 那新闻局所回应的是自由时报的报导 刚才我们也看到自由时报的这个 报导的标题叫做机场迎兵航警 静灰国旗 其实灰这件事情好像是对 静灰是静灰没错 但是并不是因为国旗所以静灰 静灰没有错 对所以他静灰国旗 对语意上面应该是没有错 但是感觉好像是说 航警只静国旗 就是静灰其他东西是可以灰的 好像这是解释的问题嘛 比如说静灰什么黄旗 红旗白旗或党旗是可以的 其实是静灰所有的旗 就是旗帜通通都不能灰 跟国旗两个字没有直接关系 应该是写静灰旗感过长 或是面积过大 那什么东西标题啊 我可以讲 不是你不会这样讲 又是误导了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国旗很小 你去那边这样没分析啊 是可以啊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标题 严格上没有像晚间政治节目 讨论的那么那么夸张 说五星旗可以灰国旗不能灰 也是可以进一步去扩充解释 因为根据那个女警 如果她讲的话是诚实的话 她的意思是说太大了太长了嘛 这个旗帜本身是什么旗帜不是问题 是这个旗杆还有这个旗的长相 够不够太大才是问题 那当然也是你就自意来说 好像也没错 他的确是静灰了那个旗杆太强的国旗 那把旗杆太强拿掉 就变成静灰国旗 那会不会让读者认为说 是只有国旗不能灰 其他东西都能灰 他这篇你要对照的看看下面 有没有 静墾丁 黄摇五星旗 黄摇 你看 你没有一个就是说 所以是对照着 墾丁在大陆客可以 但是他不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 对对 因为他不是同一天发生 他一个在上面一个下面 那就感觉说 哇台湾好像很上权入国 就是五星旗可以灰国旗不能灰 不能灰我们的国旗 然后呢 这个大陆客就可以跑到这边 来狂摇 狂摇人民 这要对照的来看 如果我们刚看还原一下 刚才的那个女警 她说 欸 她说 嗯 不要 不要 挥舞 不要挥舞旗帜哦 所以我觉得她 我是可以接受她后来的 这个解释 她说是 不要 不要用 不要挥的 而且可能因为旗杆太高的原因 其实她第一次那个VCR 她讲的也是旗帜啊 她讲的也不是国旗 对 她就说不能挥舞旗帜 那个旗帜其实 看你当时挥的是什么 有意大利的那意大利的这个这么大的旗可以挥吗 她也没挥啊 也不能挥 对 没有按照她这个她的讲法 阿根底 阿根底 他们是迎接二跟你 意大利的浴赛都没过一遍 这是童万节啊 这是童万节啊 对不起 不是 不是市族队来好吗 是荷兰吗 我们到底迎接谁 西班牙跟德国啦 对 其实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 真的是过度反应 如果今天有任何有心人 要用这个事件来操作 为什么会觉得有点反感 我不知道学生的反感 艺艳凡是在哪里 重点是如果说今天 你说啦 不管她用词是什么 如果今天是迎接的是什么 大陆观光客 或者是最近来的这个团 那个团 说敬挥旗帜 你看这个你去做点文章 这个我觉得还在情理之内 因为反正自由时报 或者有些人就喜欢用这个 来做一些 做一些议题嘛 话题 可是她是迎接阿根廷啊 那到底还有什么道理 说在阿根廷前面 不能挥国旗 而且本来在我们的机场里面 看不看到国旗 有啊 到处都是 一大堆啊 一大堆啊 一堆上面就有一面非常非常大 人家是一大堆 所以你怎么可以说禁止国旗 因为他 虽然他这个好像禁挥国旗 现在看起来说 哦他有一个动词 但是你知道他通篇 他禁止的是这个动作了 他的通篇其实要传达的就是 我们竟然不能挥我们的国旗 他传达的是这个兴趣啊 所以 我跟你讲 我觉得这个东西 很多东西会有它的效果在 你知道吗 有时候传言会变真实 这边是这种指控 你看然后这个绿色电台开始说 你看 马政府执政 连我们的国旗都不能挥 ECFA1000 连国旗都不能挥 然后说 马英九 两个发生事情 他有绿卡呢 他就先走了 他就走去啊 这个事情就是指控 然后最后变成传言 变成这样子变真实 哦你看 怎么怎么怎么这个人 没有本土意识 他也要倒霉 以前那个 大佬就深受其爱啊 地下电台就这样指控的啊 这四个可能出来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很多东西就是 你明明没有的东西就要讲成有 有最后变指控 现在很多人都要讲 马英九有绿卡 马英九绿卡你建国在哪儿 他就直接讲 马英九绿卡一定会走去 你看连国旗都不能挥 这个政府实在有够要求 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种指控有没有效 有效啊 怎么没有效 那直接的指控啊 我想 被你举例的人 来回应一下 我想我进一步 做比较系统性的分析 系统性 因为台湾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两岸呢 是一个有两岸特色的特殊关系 所以国旗呢 变成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你看曾几何时 民进党变成 这么爱抗的国旗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老共 不喜欢跟这边国旗 再一道 那老共不喜欢的 我们一定要力争到底 还有你说国民党 是不是特别比其他国家的政党 其他政府 特别喜欢展示这个国旗 答案是Yes 你看全世界的停机坪 有那么大一面国旗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你越没有机会 展示国旗的话 你越想尽一切办法 你看我们的球员 我们的 你看都一面小国旗啊 不管到什么地方 这个出去外国的 数据阿嬷也有 到处都有阿嬷也有啊 所以就是因为 这个变成有一点 所以你说国民党跟民党 在这一点上面有高度共识 不不不 那动机不一样 动机不一样 民进党基本上是不认同这面国旗的 但是因为老共不喜欢这个国旗 他就变成我要捍卫你 那所有老共不喜欢的东西 他都要捍卫吗 这个我先讲铺陈一下这个状况 那我要下底下 我觉得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 跟全国人民讲一下 到底国旗什么时候可用 什么时候不可用 我觉得台湾境内 除了世界活动的场合以外 国旗到处都是我们的权利嘛 但是那种国际性的场合 比如说运动会 而且是奥林匹克的 官方是我们的官方 绝对不容许你用 但是民间我觉得老百姓你管不了 也就是为了这个东西 你看我们的圣火 那个圣火 奥运圣火 老共不愿意他进到台湾境内 为什么 因为那圣火过境的时候 背景里头有人挥国旗 如果拍进镜头的话 老共你管不了 这是老百姓的动作 但是因为那是一个国际活动的场合 他受不了 那我请问大家 老共容许不容许 我们的国旗在台湾出现 当然容许 而且非要你这边国旗不可 我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我觉得我希望我们的观众了解 中共领导当局 中南海的领导人 我请问你 你难道要台湾挂另外的旗子吗 对不对 所以你还非挂不可 我知道了 你现在说的是三个政党 都有很高度的共识 不是 我跟你讲 今天如果说国富一项 或是蒋介石的项 或是国富一项 两边的旗子 国旗今天白日满地红 换成别的旗子 换成那个中间有一个台湾的 你看老共受不了 他希望换过华来北 在我们现在的两岸特殊关系 这个以宪法大法官解释文 或者是两岸关系条例的话 那一面旗子还非挂不可 但是你看大家还要没有记得 那个游轮来到 那个基隆港停港的时候 依照国际惯例 游客下船的时候 那个桥的出口是有一面国旗的 但是老共的规矩是说官员 中共的官员不能跟那个旗子 在一起同时进尽头 但是如果你是游轮的旅客 那是民间老百姓 他也管不了 所以很多旅客下来以后 都很高兴了 好久没见到这面旗子一起照相吧 那个他又管不了了 所以但是我们这些 有一些中低阶层的官员 包括老师包括校长 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就老共来了 就把旗子拿掉了 就是承欢嘛 讨喜啊 大概小时上面也要避免啊 那老共也不喜欢 就把那个拿掉 后来因为出了事情 因为出了事情的话 他又要找一些其他理由来解释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要像我刚才讲的 一次把它讲清楚 什么时候是忌讳 什么是可以 什么时候是不好 什么是怎么样 搞清楚嘛 叫个国旗法 写这个事情 讲清楚 什么时候能出现 什么时候不要出现 对 大老刚才讲的 就是有的学校 因为大陆的学生团体来 所以把学校收起来 这个国旗收起来 引起学生的抗议嘛 后来教育部就规定了 要不要再想看看 再想 补助了不给了 所以以后就不能收了 不是 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 它只是因为那是一个 大面的旗帜 它不能够挥武政而已 真简单嘛 所以你相信这个女警的说法 我觉得应该是嘛 那不会有一个女警傻到说 你把那个国旗收起来吧 因为不至于会有人这样 也许是说 他在沟通的时候讲不清楚 说不要挥 他以为是不要拿或是怎样 那我觉得那只是一个 沟通上的问题 但我觉得就是说报纸 我不晓得新闻跟新闻 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你虽然有政治立场没有错 你虽然有这样的事情 你再来炒作OK 可是就是不要去愉悦 做新闻这条线 如果这个只是一个误会啊 或是说根本也没有这回事的话 你就故意在这种语词上面去挑 那当然他当然知道我们国旗在这个东西的背景嘛 尤其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敏感的词 那他这样做一个标题就有他的政治立场在这边嘛 还配五星级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而且我觉得最近自由时报 我我我 你怎么样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些新闻 真的有时候是会让人家太超过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的报纸 你可以去批评去针对去争辩 然后但是我觉得你要很多事情 是根据可信的事实 对不能说今天300万 明天15万 你这个人家是抓到以后 你这个媒体的一个公信力在哪里 我是我是很善意的 我希望各个媒体蓝绿都有 但是我觉得真的最基本的 就是要根据事实 要根据真相去批评 你刚说300万15万是陆生补助这部分 不是啦 就是那个ECFA的失业人数 人数啊 以下是300万 以下又变成15万嘛 那你就给他给他讲说 你到底是多少 那你为什么会以下的数字这么多 那我如果是自由时报的读者 我也会很confused啊 到底是300万还是15万呢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读者要有一点交代 要对读者负责就是 这个当然因为是昨天的旧文 那昨天航警局也一再的说明 包括刚刚各位提到那位女警 还有航警局的局长都出来讲 在昨天晚上的这个政论节目 就是讲什么外星人那种的 那我不认为那叫做政论节目 正在讨论政治社会议题的那种节目里面 其实很可怜啦 是真相有两个 真相有两个 一个是蓝的一个是绿的就这样 绿的都以为说国籍没办法灰了 一件事情 真相有两个 就是蓝的一个绿的就这样 人台湾的悲哀跟乱象 因为已经当事人出来讲了 可是还是讲不清楚 我实在不太懂 像林冲贤这样子的 到底 到底继承了陈定然什么精神啊 他说6月29号继承了公事报 去接机 公事报已经送回去了 到底是静辉旗杆还是静辉国旗 旗杆跟国旗有一样吗 任何旗子 专在感情上就是旗杆啊 那他们带的里面 你那个画面有没有旗杆 有啊 嗯 对啊 这有旗杆 是啊 谢谢啊 那到底是静辉旗杆 我没有回忆我带着可不可以 旗杆可不可以带 我带着我没有回忆 我就立在那里这样可以吗 好 那这个都不重要了 为什么到7月5号 增长的7天才爆料 你告诉我为什么 配合刚才机场的爆料吗 因为童万节 我的 因为童万节 我的研判是童万节吐齊了 吐齊 来解围 我请大家看这照片 如果说今天 阿根廷 如果我们的 今天白日 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放在这里 这样行警会不会制止 不会 应该不会吧 对 为什么这里不放那个 他们有没有带 有带 是不打开 是不打开 还是行警不让你打开 你这样打开 因为他这个已经不是在 这一面是什么棋啊 这他们活动的棋子 童万节的棋子 他们邀请阿根廷来 来参加我们的童万节表演 那林同贤 我真的一个 因为林同贤以前是国民党的 他那边也他什么党外 一路什么 他以前是国民党的 我请问 你今天真的爱台湾 今天有女警 比如王宏威是女警 诶 陈慧文你国旗不要打开 我什么 我当然不自己 继续打 我当然是不自己打他啦 我就还是要打开 你怎么样 应该这样才对啊 你是每个人 你注意看哦 每个阿根廷的朋友 是不是都被献花 对 啊献花是拍照 这个照片是谁拍的 你念一下 这个照片 宜兰县政府提供 那就对了嘛 啊你不会收证哦 王宏威你既然叫我不要 那我就把你录起来 现在相机都有摄影的功能 录音的功能 而且现场一定要发声拉扯的 我就是要拉开 我就是要拉开 然后女警来把我拿走 我就是我的 你们床妈给你拼 我就是要维护这个国旗 没有嘛 这林充贤是什么 林充贤他当天就知道了 因为他人就在现场啊 他是迟到 哦这个人是他 现场还迟到 这就是林充贤 站在两个旗子中间 对对对对 那你迟到之后知道 哎呀啊我们是国旗勒 不是很爱台湾 我们是国旗勒 不国旗勒 行警不准 你当场应该帅着罗东高中这些朋友 立刻叫航警局长给我出来 立刻 口立委老郎嘛 郭榮忠啊 郭榮忠不是桃源的立委吗 老来啊 黄仁宇也是啊 老来啊 去拢啊 这哪有林充贤 我说林充贤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县长啊 你行不行啊 那主持人刚刚有前面提到说 下面配那个墾丁的 其实坦白讲大家都重计的 这个6月29号接机嘛 那个去那边摇五星期6月23 这都摆很久了 这都是旧的 为什么都摆这么久 对那一起看出来 那本是周刊吗 还是 他就给你设定一个框框在那里嘛 让你在五星期跟国旗这边去打算嘛 其实我不愿意说是重计的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这个东西 如同刚刚这个敏锋提到的 自由市报我就想要这样写啊 你还不得不讨论 对 你航警局还不得不出来看清证 我觉得罗东分局 这个事情我当然 我当然是不会这样散霸感受 罗东分局给我滚出来 你跑去问罗东高中干什么 罗东分局 跑去问罗东高中说 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那请问谁 谁叫得动罗东分局 该不会是王竹军吧 请问宜兰现在谁执政啊 宜兰现在谁执政 民充兴执政 民进党执政啊 你去问罗东高中的学生干什么 你去叫那些学生出来啊 因为其实都是学生拿的啊 你不要问那个带队的老师啦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唐万杰那些干部 那些干部是蓝的绿的 观众朋友你最怕 你叫学生出来讲 对 出来讲最公平啊 刚刚我们 这个内文写是说学生很害怕 不敢出来讲 刚刚那个画面 是我们画面哪里来的 就是我们机场驻地拍回来的嘛 机场不是一堆媒体在那边驻地 都有 当天都有人在啊 当天新闻也有发 也有啊 东北人发现这件事 那你在干嘛呢 那林同贤 你讲说这个事情这样就算了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没有这种事情啊 我也有问题要请教林县长 林同贤 我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你迎接一个外宾 你拿他们的国旗去迎接他 我觉得这个可以 这个人情之常 有的时候还用小旗子一大堆 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是谁决定 我想不是现政府 是罗东高中嘛 但是那些学生现在说 哎呀怎么发生生活大的风波好烦 我要警告我们这些学生 你不要认为烦 我们台湾其实被这种事情 一生长好烦到底啊 所以要接着这个机会 翻来50年 要接这个机会把它搞清楚 我请问你 当你决定要拿阿根廷的国旗去的时候 为什么也要拿台湾的 中华民国的国旗去 我觉得可以不拿去的 就拿那个客人的国旗就好 都拿去这个标题会变另外一种 不不 那我觉得不会 但是现在好了既然都拿去了 那航警局真的有禁止你 你看那个旗子 阿根廷的国旗的旁边 理应是中华民国国旗 就是对面嘛 就是林充贤站在两面旗子的中间 如果这是阿根廷国旗 你这应该就是我们的国旗嘛 我觉得阿根廷的国旗 不应该跟你左边那个 那个不三不四的旗子 并排啦 你说这个啊 不完结的活动的旗子啊 不应该的 我觉得阿根廷的国旗 要么这边要么那一边 就应该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那为什么那边国旗没了呢 他说就是因为被禁止啊 是这样吗 他说的 好 那现在就要追究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认为知识体大 我认为这个事情大得不得了 那我觉得如果有国旗的话 我就觉得奇怪 就是说自由时报 或是独派的团体 为什么没有针对这一点 问林县长 说你为什么现在要 忽然间这么爱中华民国旗 你去可以不拿啊 你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不是 是可以不拿啊 为什么借这种小机会 就要彰显 青年白日本的一红国旗 他为了对抗五星级啊 该不会是绿皮蓝骨吧 对 为了对抗五星级啊 他有一个肯定在那边咬五星级 其实我觉得这些孩子 说这厌烦 我跟你讲真的很多人都快烦死了 你不觉得很离谱吗 这个事情机场既不是敏感的地点 也不是敏感的时间 要迎接的团体 也不是敏感的团体 都不是嘛 那就刚刚大家讲得很好 如果说今天他也要拿出来 大家一起拍照 那航警说对不起收起来 我就是不能看到国旗 那开玩笑 这是不能善了吗 绝对不是这样做法 我看他可以做三个版 就是绝对可以从一版做到五版 这样做法 明明不是啊 所以就搞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大家开始调查 那个航警局也开始反映 连那新闻局都出来的 发新闻稿来反映 我觉得台湾为什么大家很受不了 就是就为这种鸡毛蒜皮 而且很无聊的事情 不停的在空转 其实我想媒体啊 我们来讲说 你要不要寻求正确啦 你什么新闻专业啊 伦理 但是我觉得自由市场 他最可疑之处啊 刚才敏凤院现在还在媒体 我觉得你最可疑之处 你在做这些议题的时候 你到底要调动什么吗 我刚才讲 一个说近辉国旗 一个是猛摇 那个五星旗 你到底要传达什么信息 这个已经不是 这已经不是那种 什么专业伦理的问题 是你的心态问题 我跟你讲自由市报 你这样的做法 真的就是有病啦 主持人 这个到底跟罗东分局 什么关系 因为昨天 刁建生啊 航警局是这样 他打 他跟这个友台连线的时候 他是讲说 前一天啊 宜蘭县警察局有通知他 对 而且很奇怪 宜蘭县警察局 会通知航警局 是要订机票 还是要干嘛 他说是他什么事呢 就说有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要见报啦 要见报 奇怪 那宜蘭县警察局 怎么会知道呢 他也有情搜小组啊 航警局是不会 不会管那个中控中心的啦 航警局说奇怪 你宜蘭县通知我这个事情 那你叫 叫 刁建生摸一花修 我怎么办 对 你告诉我有个事情要报的 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啊 就准备女警出来啊 因为 因为当天没有报嘛 当天就人家报的事情 不然你6月30号 应该开记者会啊 在民进党立院党团开啊 带了一百面国旗去开啊 怎么会这样子处理呢 那请问 我刚才讲嘛 罗东分局谁叫的动 只有宜蘭县警察局叫的动 那宜蘭县警察局 局长听谁的 刚刚听宜蘭县警察 我要那听谁的 所以去调查 罗东高中这件事情是 主持人 我请问啦 6月29出这个状况嘛 对不对 请问放暑假了没 放暑假啊 对啊 请问要去哪边找学生 不是学生不是都回家了吗 所以把他们抠回来返校 所以他们觉得很大 我们警察要进学校 我们不会直接进去 我们要找谁 找教官嘛 找训导主任嘛 我们警察是不会随便进校园 给校园一个尊重 各县市警察局 各级学校都一样啊 可以这样进去啊 所以这里面 这个新闻漏洞多不多 有多多啊 幕后很精彩的 所以我说这个事情 就看宜蘭的这些驻地的 这些特派 有没有那个良心 要把事情弄清楚啊 如果你们说 因为我在宜蘭 吃东吃天都要扣林聪贤 那我就担不担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是不是有新闻操作的痕迹 没有啦 因为以前林聪贤是 罗东的镇长 宜蘭哪边电动玩具最多 宜蘭很多乡镇啊 什么头城郊西一路降下来 哪一个乡镇电动最多 还有我在讲吗 我不愿意讲啦 我没愿意你们宜蘭 住地最清楚的 应该是人口最多的那个乡镇 最大的 这个很清楚嘛 那这个事情这样就算了 如果都这样算了 那我就认为宜蘭的同学 就是这样子 都不要再写 明天就开始不要再写了 这事情就忘了 然后就算了 好不好 而且主持人你看这个事实 其实很明显啊 这个事到底有谁在操作 可是就刚会论讲了 蓝的解读 绿的解读 还不一样 绿的还可以解读 就是为了进灰国旗 我说台湾 政治都没有前途 黑白分不出来 就是蓝绿可以解读 到最后我还是要回答我那个 就会变指控啊 不准灰国旗 你看到最后 没有人会看说 解释的过程以后 都原来是 湖州原来是设计好的 还就是指控你不能灰国旗 就变这样子啊 所以讨论 我觉得这个都是用心计较有在设计 就是这样 设计到最后结果就是指控啊 所以现在我们要告诉大家说 在机场里头 你的国旗只要不要太大 你是可以灰的 那大到像这么大的话呢 可能会打到别人 所以是会被禁止的 那这样子讲 观众朋友就听懂了吗 还是说 还是有人会觉得说 进机场好像是不能灰国旗 那当然除了这个禁灰国旗 刚才也提到说 这一个活动呢 是为了佟万捷的这个宣传 那佟万捷这件事情呢 宜兰县政府也跟这个中央 有这个口水战 那口水战是在这个补助费上面 那到底说 这个中央政府是不是有故意的刁难 佟万捷给特别少的这个补助 当然这一连串都是帮佟万捷 有一些新闻炒作的功能啦 那新闻局呢 也发出一个新闻稿 告诉大家说 其实新闻局对于佟万捷的补助 并没有特别少 当然也不是特别多啦 那他就比照了过去几年来 这个佟万捷的这个补助资料 把他调出来看 在90年到92年 刘守成担任这个宜兰县现场的时候 当时佟万捷的补助是比较多的 大概600到800万喔 那95到96年的时候 吕国华担任宜兰县现场的时候 补助是100到150 那99年就是今年 林聪贤办佟万捷的时候 是200万喔 好像比这个前任多 但是又比前前任少 那这个呢也成为林聪贤跟中央政府说 他在办活动的时候特别被这个卡预算 当然在整个过去宜兰县现场的选举当中 他又觉得太少 那这个新闻局做出澄清之后 友台要不要讨论这个 就不讨论 他已经收你整个星期了 你听我意思 他已经变成选举议题了 这样子会不会还是 不是不是选举你没有听懂我意思 就是说已经骂好几天了 新闻局才说 哎呀我们来调看看以前阿扁是 到底补多少 一看说哎 阿扁补助的反而比较少 然后他新闻 这个新闻 新闻局一澄清之后 友台都不讨论了 就忘了童丸杰 我为什么要讨论 因为这个对辅选有没有帮助 没有 他只要讨论这一段跟这一段就好了 没有没有 他就不讨论 他在议题就自动跳过了 他自动过滤啊 对绿的有没有帮助 没有 我不讨论了 跟昨天讲的有没有矛盾 有矛盾 有矛盾就当中不晓得了 就这样子啊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媒体啊 吕国华拿到150跟100万 这个能骗人吗 对 这个骗不了人 后来好像童丸杰 就是因为预算不够嘛 所以才变得规模比较小 变成蓝宇杰 所以把林冲前就拿200万 办蓝宇杰应该也就够了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新闻局澄清以后 他就有台去跳过去了 并不是说故意就说 我这个就不讨论了 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已经达成了 你晓得我去美国 这一次我去美国两个礼拜 我碰到我一些以前我的朋友 就是深绿的 他们每天都看那个节目 而且大大小小 每一件事情都相信 都相信 而且他们为什么这样义愤天意呢 他们认为在马英九 尤其是ECFA签完以后 台湾快要完蛋了 他们真的相信 所以我昨天回来的时候 我在家里看你们的节目 你在问说为什么民调扯平 然得一定输 就是赵少康的讲法 我跟你讲连赵少康本人都讲过 他说绿的 这种怕台湾主权流失 怕台湾被老共吞去 这种独立的独立运动的是有理想性 然得没有一个可以对称的 可以大家觉得说有一种 义愤天赢热血沸腾的这种 有理想性的一种中心思想 这个是然得在口水战的时候 输绿的地方 所以绿的 我跟你讲这个自由时报跟三立 我不是故意要捧他们的 但是他们对灌输一些人的想法 非常更深地非常有效 我不骗你 真的 那你每天也看吗 我不用看 我都晓得他们在讲什么 那你会反正产生一种焦虑吗 看多了之后会产生一种焦虑吗 我是不会啦 该焦虑的是金小道 不是我 好我们先来接一下观众电话